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听评审来讲 首先我们请到薛忠敏老师请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歌的情绪上面 你其实表达的不错 然后副歌的情感上面 这个稳定度跟拍子也唱得比较好 不过我比较有多点记忆 就像我们之前常常讲很多 技巧音有时候用了太多 比如说类似哭腔的感受那种东西 放太多点在这上面的时候 那个歌听起来就有点过苦 过于悲愁 第一遍的那个最后的尾 最后那一句 拖拍太多的时候 这个歌其实你看它的节奏 是有点在固定在打 它其实速度有点快的 你有点太拖拍的时候 这个歌的情绪就会有点跟不上来 你唱得太慢的时候 这个歌听起来就有点不到位 这几点要注意 其他都唱得很不错 谢谢 谢谢老师 丁晓雯老师请 好 君明 今天的声音我觉得不是很理想 尤其听到这个每一句的这个尾音的时候 特别明显 觉得喉咙特别干 所以今天呢 我觉得有一些细节 你就没有办法像之前我们听到几首歌 这么细腻 是 因为常常我们这个嗓子很圆润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 自己唱歌的时候都觉得说 哇 我今天得心应手 游刃有余 你可以把很多的表情做得很完整 可以把声音唱得非常的水汪汪的 好 但是呢 一旦我们喉咙干燥的时候 常常第一个要脱音 没有音 没有声音出来 好 哒哒 再来就是说 你想要做一些表情的时候 觉得心有余力不足 再来 心里会因此而紧张 所以呢 保持你的一个嗓子的 这个湿润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尤其在我们摄影棚里面 因为一直开的冷气 很容易干燥 那君明今天这个声音虽然不理想 但是我觉得因为你的实力很坚强 所以今天整首歌其实还是 稳稳荡荡 唱完 我觉得你的哭腔呢 可以再收敛一些些 虽然没有过头 但我觉得再收敛一些 他有一种更内敛的伤悲出来 也许会让我们更感动 我觉得这是一个 你们要再去体会的事情 好吗 好 谢谢老师 谢谢评审老师 承认好89.6 《衛冕者》能不能过关呢 这首歌能获得几分 评审 请给分 邀君明到底能不能够守住 《衛冕者》宝座的大分数是90 过了90几分呢 90点 小数点会得到多少 恭喜得到90点8分的表现 慧如成功了 是 老师讲的些缺点 你一定要着实的改进啊 一定会 好 一定会啊 了解 一定会改进 那仁豪呢 这次没有翻转 会不会觉得遗憾 因为姐姐真的很厉害啊 所以我还要继续的跟她拼斗 谢谢 谢谢弟弟夸奖 还是要奋斗的心啊 翻转一次 接下来翻转 不过再继续翻转啊 对 对不对 我们也要从她们票箱里面 君敏的票箱 抽出一个幸运观众朋友 来 得奖的是 恭喜这一位幸运儿得到奖金3000元 谢谢 谢谢人好 下周努力了 好 谢谢 休息一下 恭喜君敏 请登上衛冕者宝座 恭喜君敏 慧脸两关 得到奖金4万元